我们今天修佛的同学很多 有烦恼有病痛 没有菩萨护持 这是什么原因呢 前面我们看 身案子有没有做到 这基本的条件 舍身案也到 真真喜欢的人 真真修行的人 决定舍身案也到具足 一般讲的上平舍身 真心 爱要我 尽忠经典 又喜欢 向别人介绍 宣扬进宗 这样的人 发愿求生进度 才得到 世尊加持 常识 二十五位菩萨了 护持这个人 得到菩萨护持 身心健康 换句话说 本人是身心清净 这个身心清净呢 就身心健康 下头这一句重要 若人 若非人 不得其变 那我讲 冤亲在主 不会找到你 你有护发菩萨 有护发神 这些外面的人 想护身 想障碍你 是做不到的 我们要相信 肯定 我们都有二十五位 菩萨护持 我们相信他 他就存在 我们不相信他 他就离开了 我们自己 有方法来照顾自己 他省事 不必他照顾了 我们自己 没方法的时候 他一定要照顾 还是靠佛菩萨 比较可靠 靠自己 麻烦了 我出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就教了我这一招 真正发心 出家学舍家母女佛 一身 弘法立身 自行化他 你的一身呢 佛菩萨都照顾你 你什么都不要操心 无论什么境界心情 顺境逆境 都是菩萨安排的 菩萨安排的 磨炼我们 圣经里面 没有贪恋 逆境里头 没有怨恨 在这个里头 把烦恼 吸气都磨掉 智慧就显情 所以我们相信 一点怀疑都没有 每一天 读诵 经典 遇到事情的时候 以什么标准 来判断 来观察 全意经典教训 不听心 摇引 不依其他经论标准 用每个法门不一样 每一步进 有每一步进的理论跟方法 不相同 我就一这步 我走的是这条路 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目的地都一样 都到达总结目标 可是我们不能用两个三个 这就麻烦了 这就自己造成障碍了 走路就是一条路走到底 决定做通了 而且这个路是捷径 金宗跟其他的法门来比较 其他法门都是弯路 弯子有大小 这是一条直路 不是弯路 一定要想得 死心塌地 那么众生的麻烦 就吸气 对于照顾自己 这个忘念太深了 所以放不下了 我们看到有些例子 人在得重病的时候 医院对他放弃治疗 告诉他 你存活期间只有两三个月 回家 回家好好去养吧 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时间不长了 他听到这个宣判 等于是宣判他死心 他对于活在这个世间的绝望 并不能止了 这一绝望的时候 才真正想求生 没把没别的地方去 一天到晚 真念阿弥陀佛 真想求生 净土 念一段时期 身体没事 再检查 并没有了 这是什么原因 是你的心 智行一出 专在阿弥陀佛 那里 把这身体忘掉了 忘掉就没事了 常常念着身体 就是 对身体的关怀 身体得到这个养分 你害病 那病毒的细胞 他得到养分 他慢慢在生长 自身在扩张 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把他忘掉的时候 你一定不理他 等于是把他养分 全部断绝 他死掉了 现在量子力学家 就用这个东西来证明 念力不可思议 念念你也会拐弯 你决定不要去想他 他就没死 他就没死 越想越麻烦 陈小旭是个好的例子 我们讲他不听 一听得完就想着 我这病还能好吗 这就完了 我那个时候劝他 你念十三个道经 学讲十三个道经 你全部心里说 要听 我有个讲十三个道经 带这个带子 让他听 不要想别的 一遍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 变速听多了学讲 用这个来转移他的念力 那好办啊 山西小院四十多个人 都转过来了 都没事 这么好的例子摆在面前 所以念念放不下这个身体 身体终归要放下 你念念不是在极乐世界 那就随意也流转了 你造的什么业 你往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念福 为什么常常想着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一切 随意缘就好了 不要去想它 你的身心才会健康 佛菩萨才真加持你 那佛菩萨对你加持 你不加干扰 我自己要想怎样怎样 这就是干扰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 我们不求在这个世间常住 尤其现在世间这么乱 乱世 人活在这个世间多可怜 不值得再贪念 一切随意 佛菩萨让我注视 我们就注视 注视劝别人修净土 我们就这一段时间 寿命到了 佛菩萨一定来借我们往生 那么还有一种人 往生意念非常坚决 我还有寿命不要了 行 阿弥陀佛也来带你走 这样的历史也很多 我看往生传 看净土神仙路 我认为那地图至少有一半的人 他还有寿命 为什么往生不要了 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 也不相信 不听他的 无云 无能为力 早一点往生 阿弥陀佛通勤大力 你真想提早 他就来接引你 如果真有事 佛来接引了 跟佛告假 我还有寿命办完 同众办完了 过几年再走 也许 焦光大使 明朝时候 跟廉治大使同时代 林明宗是佛来接引的 他一身心里想着楞严禁 穿到中国来 唐朝穿来的 历代祖师大的诸解楞严 都是用天台家的三指三观来解释 他认为这个不妥当 楞严禁里头明明说的 谁是用根 那就不是三指三观的意思 他把这个事情向佛报告 他想重新做一步诸解 一论严禁佛所讲的这个 来做一步 就是提倡 学士勇根 阿弥陀佛同意了 阿弥陀佛就走了 他又多住了几年 把这个事情完成 这叫生死自在 想提早去 行 想办这桩事情 再留几年也行 你看多自在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真地幸福 菩萨就护持了 相信若人若非人 人是人来干扰你 障碍你 佛菩萨保佑你 他不会来找你 非人 这里就有魔道 有鬼道 有过种的灵 他来找你麻烦 因为有护法菩萨保护 他没办法干扰你 心诸作物 无问昼夜了 长得安稳 你身心安稳 身心安稳 忘年少 烦恼少 信心俱足 这都是福利在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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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福利在加持